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菲律宾船只闯了黄云岛之后,现在正在返航 据说刚刚回到它的木岗 但就在回去这个点位 菲律宾方面向中方发出了警告 说中方的行动已经突破红线了 中方也应该是做了回应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就4月30日的 非方船只非法亲闯黄云岛,答记者问 我把整个的过程给大家汇报一下 首先是记者提问 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中国海警4月30日在黄云岛海域采取危险动作 拦截骚扰执行例行人道主义任务的 非海警和渔业水产资源局船只 非外交部已就此向中方提出交涉 要求中方船只立即离开黄云岛及附近海域 发言人有何评论 中方回答是黄云岛是中国领土 说4月30日 非方海警船公务船未经中方同意 亲闯黄云岛海域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国海警被迫依法采取标措施 驱离非方船只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中方已就此在北京和马尼拉 分别向非方提出严重交涉 要求非方立即停止侵犬挑衅 紧接着记者又问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4月30日发布声明 中方阻碍非方在非渔民渔场向非渔民提供人道主援助 对非渔民来说是悲伤一天 然后中国使馆回答 4月30日发生事件无关非渔民捕鱼问题 16年中非达成的临时特殊安排 非渔民在黄云岛特定海域不存在任何问题 非政府打着帮助渔民幌子 他们把他们推到了海上争议区前沿 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 这才是悲剧 我觉得这个关键点点到了 这些渔民本身可以在这个区域外围 但你不能进里边内湖 你要冲进去的是内湖 内湖里边有鱼吗 5月1号菲律宾海警 接着记者问 菲律宾海警7菲律宾海 发言人塔利埃拉在新发布会表示 自从本届政府上台后 非方黄云岛已经越过红线 那非上届政府期间 非政府船只从未进入黄云岛12海里 但是本届政府已经越过红线了 问你中国人怎么看 说正如非海警这些发言人所言 菲方在黄云岛确实越了红线了 16年中方和菲方做了特殊安排 然后那菲方小型船只 可以在黄云岛特定海域不存在 但不得进入内湖 菲方舰机公武船 不得进入黄云岛12海里海空域 就是你的渔民捕鱼是可以进去的 可以进12海里的 但是你的渔民不能进内湖 你的公务船就更不能进12海里 连12海里都不能进 过去七年多菲方遵守上入约定 非渔民在黄云岛特定海域捕鱼 不存在问题 但是非县政府单方面破坏蓝白 多次派海警公众船亲创黄云岛12海里 实际就是借着我渔民能进 我海警为什么不能进呢 这个道理是吧 实际这不是你的领主 这位海警发言人的话 也透露了 非方在黄云岛问题上又有红线的事实了 你自己都承认了 因此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不止黄云岛非方近期在仁爱礁 也是再次违背承诺了 紧接着问 4月30日黄云岛事件发生后 多国驻菲律宾使馆大使发声 表示关切 说中方回答说 过去一年 每次中非发生海上事件都会有一波国家发表声明 有关声明不问事实 只讲立场 全世界200多国家 他们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 这就是中方现在对菲律宾 4月30日那事件的回答 怎么看 现在整个的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 菲律宾现在在调整 就在菲律宾现在 在国际上炒作的时候 其实中方5月1号 黄云岛附近派了驱逐舰162号 这应该是中国神盾级驱逐舰 在黄云岛附近已经是待命了 这是菲律宾的军方发布的最新通报 军方已经发现了中国的神盾已经到了 应该是参加预防黄云岛事态突变的行动 那就说我们军方的神盾舰抵达 就不是海警了 而且停泊在海警21558船附近了 看到吧 中国军方已经到了 可以说这个零丸地出现在黄云岛 后续可能意味着解放军 会不会就参加整个的行动了 就升级 中国方应该是得到情报 飞宾的海军美军日军是吧 会不会在这个方向有所行动 军方有所行动 因为中国的海警船首次揍了菲律宾的海警船 用水炮 如果菲律宾海警不行的话 那就是让海军上 4月30日 中方是揍了两艘菲律宾海警船 这是首次直接用水炮攻击 以前都是用水炮攻击它的渔船 那可能中方意识到菲律宾可能要报复 那我们果断的这种还击 我觉得代表着中央的决心 黄云岛绝不能丢 我就记着我在马尼拉向黄云岛方向眺望的时候 我就心里边坚信那个地方就有中国的船只 中国海警船 所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 对吧 我有什么事 我立刻可以想到就在几百公里外 就有中国船 所以我心里边是踏实的 所以在当地的华人也踏实 对吧 所以我们坚决不能让黄云岛这块地儿 菲律宾是想抢夺 非常清楚 这就守在它的马尼拉湾外围 它出去就非常麻烦 中国派零瓦2D导弹 驱逐舰现在到那 我觉得更踏实了 华人当地华人更踏实了 心里 零瓦2D那个打击能力可以看一下 菲律宾派两艘公务船前往黄云岛挑衅 其实他知道他又扮演一个弱者 咱们讲过 其实现在小国的生存知道 就是变成一个全世界关心的弱者 就像乌克兰一样 但这个要附代价 咱们当时讲过 中国和菲律宾的任何的协议 其实中国都吃亏了 因为中国是大国 大国和小国之间有协议 大国就吃亏 因为这个协议是保护小国的 实际中国让步了 跟你有个协议是让步了 但是菲律宾真的是给脸不要脸 为了防止菲律宾方面狗鸡跳墙 我们现在才派了0rd162舰 就是基本上确认我们要掌握 黄云岛附近的海空 我们0rd是干什么 防空的海空的整个态势 那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可能警方军情报显示 美军相关的舰机 可能在这个区域活动 0rd处理这个突发事件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艘就可以 咱们讲过吧 一艘054就可以灭了 菲律宾全部海军 更何况一个0rd 0rd可能就不是要灭 菲律宾海军的 他是把美军现在派到 菲律宾周边的一些军事力量 给消灭的 让他来是干这个的 可能大家认为美军现在很强 他确实很强 但是他是要在全球部署 那他轮到菲律宾这块 能部署几艘军舰呢 所以菲律宾每次挑衅 都是等他的美军航母到南海 他才开始动 0rd现在出现的黄金岛附近 菲律宾方面首先 爆出的这个照片消息 就说明他很关心 那这个事可能就是中国有预判 当然做最坏打算了 这当然不代表中国就真的要打 是中国是要防御性 如果你要动手 那中国绝不会让步的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看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下一步 如果真的就派海军上了 那中方也当然就直接用海军驱递 中国海军驱逐舰出手呢 我觉得是最后一步 那这个咱们说052D的攻击能力 是吧 如果用它动的话 那基本就是等于是开战的这种信号 当然肯定之前是由海警上吧 那就预判可能 菲律宾的100 5月份不要派100多艘民船去黄金岛吗 要咱们比赛是吧 那这100多艘民船里边 会不会有一些个暴乱分子 或者挑事的 或者有一些 比如说他要死人 那这个时候美国人会不会就是出动他的军舰 以这个死人为 死了菲律宾人为由 对吧 对中国发起这个攻击 中国的052D到场 我觉得也是符合逻辑的 那血雨腥风即将来 我还是提醒菲律宾的华人 血雨腥风即将来 中国已经预判到这点了 美国人是必须让菲律宾死一个人的 现在只有这一招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 只有菲律宾死的人 才能测试到中国的底线